高手有家醫美檢所的老闆娘 他就說了 因為年關張金就把年終的準備金額 全部都放在家裡面 沒有想到連同金條 還有鑽介這些油炸物質 還有名表全部都被偷走了 損失算一算高達了三千萬元 到底是誰下手刑棄呢 這個醫美的老闆娘 他說是借助在家中的乾兒子偷了東西 還說對方的犯案之後 就開始避不見面 警方已經將人給追棄到案 懷疑還有其他控犯 不過他對於指控目前是全盤否認 藏在凌亂置物櫃裡的小金庫全被搬空 衣櫃內的保險箱也一件不剩 醫美診所老闆娘不敢相信 自己是被乾兒子坑了 貴婦調閱監視器畫面 發現乾兒子拖著行李箱 與一名女子從家中離開 從此避不見面 因此指控他趁機偷走家中三個賺件 兩支名表 還有八公斤金條 現金大約一千萬台幣 算一算損失至少三千萬 貴婦和乾兒子在半年前認識 因為對方自稱長期遭到家暴令人不忍 所以暫時收留 沒想到卻賴著不走 最後離開前還來個大搬家 乾兒子否認犯案 警方已經將他追起到案 由於他離開前有人接應 懷疑應該有共犯 也正在追查 贓物流向 貴婦看得很開 灑脫地表示 錢再賺就有 心疼的是女兒因為驚恐 已經被嚇得不敢隨便開門 她對人心更是完全失望 記者葉宏榮SNG小組高雄報導